拉子幸福生活,我是乔安娜 我是说书人 我们是女同志伴侣 在这里分享 幸福的生活 好,结束 哈哈哈哈 我直接断片耶 比脑木更惨 因为我在那边构思 嗯,不行,这次不能讲错 嗯,不能讲错,然后就 真的喔?就顿爹很久 你就断片了喔?对 就顿爹就嗯嗯嗯 所以我应该先讲哪一个呢? 哈哈哈哈 也太严重了吧,不是昨天吗? 哈哈哈哈 我们下一次录音是昨天 哈哈哈哈 我完蛋了 哈哈哈哈 确诊后遗症有点太严重了 你还好吗? 应该还不错 哈哈哈哈 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 2022年的 发现 发现 我们在今年的发现或学习 对,以成长的部分 嗯 好像感觉到年终数都要回顾一下 然后刚乔安娜在问我的时候 我深感心虚跟 有一种厌世感 因为我真的想不出来 哈哈哈哈 一开始第一瞬间 第一个moment的时候 觉得天啊 我今年到底又做了什么事 好不好? 真的从疫情开始就负能量比较多 哈哈哈哈 我不会说是疫情开始啊 我会说之前就开始了 负能量更多可以吗? 哈哈哈哈 但是还是觉得今年还是有蛮多收获的 好,你先讲 第一个 还是要我先讲? 那乔安娜先来讲第一个 好,我来讲第一个 就是今年我从寻找外在的老师跟权威 转为注重自己内在的感受 这个转换我自己蛮喜欢的 就以前想要学什么 或者是想要做一件事情 都会想要依赖外在的一些 比如说课程啊 老师啊 给你方向啊 或者是好像有人带着做这样子 但今年我觉得 你觉得你可以自己成为自己的老师? 对 因为我发现外在很多东西都对我而言 其实是不见得适用 那有时候很像是说 我在外面学习的时候 可能自己要先吸收一轮 然后再由自己去筛选 或者是调整自己觉得不适用的部分 嗯 就绕一圈 有点像是说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学美术的朋友 学美术的朋友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痛点 就是 他受过太多美术的教育 到最后他不知道自己的画风是什么 哦 然后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摸索自己的画风 把学校学的东西忘记 然后重新找到自己表达的方式 对 而且以前比较有点像是老师会给你这个画评分 那好像为了要得到高分 就必须要画特定的某一些类别的 或者是对 你就会去揣摩别人的喜好 然后可能不自觉的受影响 嗯 但那就没有个人风格 对 我后来 今年特别有一个感觉就是 其实 我自己怎么感受才是重点吧 嗯 这点蛮重要的 嗯 所以举例来说就是 今年 八月 九月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自由书写计划 其实是看到 有老师在带这种计划 那一开始我很想去报名 但后来我 仔细想想觉得 我应该可以自己来做这件事吧 所以后来就自己设定了一些 基本条件 比如说 写三十分钟不会停笔啊 然后 怎么样找题目啊 到最后自己做完这个计划 三十篇自由书写 我还蛮开心的 然后发现说其实真的是可以自己做啊 为什么 一定要透过别人才能学习某样东西 比如说我就是很喜欢插花 嗯 那之前曾经就是有想说要去学 但一直没有机缘 或者是没有遇到喜欢的老师在近的地方 或者是价格等等的因素 各种因素考量 对 就没有去真的报名某一堂学习 后来我今年就渐渐的有一种感觉就是 啊我为什么要别人来教我插花 我 我为什么不能 不能自己学或者是 对 找资源 自己学找资源 就是网路上资源那么多 然后自己摸索也是一个很很不错的过程啊 是啊是啊 但是就是会觉得说你知道就是我们我会有一种框架 觉得说好像有专业的带就是会学的比较快 确实比较好 他一个人在于就是专业老师他如果有经验的话 用心规划课程是确实可以让你比较好方向性的去吸收东西 可是就少了你沿途过程中的新发现 嗯嗯 而且自己学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在旁边督促你很容易 两天捕鱼然后再来从来没有捕过鱼都在晒网 那就代表这件事情不需要做啊没差啊 对你来说 就有的时候一个像我自己就是属于三分钟热度 所以有一些东西我可能需要一个外在的push的力量 但是就有些自己有兴趣的就或者是自己需求性的 那我可能就会自发的学习 所以我自己来要看的事情 那你的话你的学习动机怎么可能被我抢 也不是吧 就我也没有那么 我觉得说就是如果真的自己没有 有热情到一直想去做它那就自动飘走就好了 也没关系啊 就没有必要一直强迫自己 好像开了一个头就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收尾 有时候就哦我试过了 然后好我没感觉或是我没有那么大的热情 好吧拜拜 下一件事 可以这样子没有错啊 但像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像比如我可能很多 大概有十件事情都是这样子 那我就会开始有一种负能量 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一事无成 我觉得自己偶尔是三分钟热度 好那换说书人分享他的第一个发现 第一个学习 我今年去念研究所我觉得还不错 对 除了要早起这部分 哈哈 因为我念的学校在新竹 有点有点遥远 我大概六点多就要起来 因为早上九点课 然后我就会成为全班最早到的同学 然后第二道的是教授本人 哈哈哈哈 这种两个会有一段很可以交流的时光 其实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的教授超年轻的 就是才三十岁 我真的觉得很很不错 然后他很多想法蛮新的 所以我还蛮喜欢跟大家交流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回去念书 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在教书 然后从老师的角度 又变成学生的角度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一种 开始去想 如果我是老师 我现在看到学生这个状态 会有什么反应 或者是 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我在台下听课 那老师在讲的内容中 我如果觉得不认同的时候 或者是我如果觉得 听不太懂的时候 或者是 我有其他想法的时候 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表情 我就会开始去感受这些 就是自己 身为老师跟学生之间的重叠身份 我觉得这是还蛮 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 因为班上同学都还蛮 等于就是蛮多人也都是走 想要走教育类别 对 那很多同学 就是其实对教学 都还蛮有自己的想法的 我觉得交流还蛮多的 蛮开心的 当学生好玩吗 比当老师轻松 哈哈哈哈 但其中报告之后 就觉得压力蛮大的 因为同学都蛮优秀的 嗯 然后就会觉得 教授应该也会有 他自己希望的一个标准 所以就会 就像刚刚讲到 想要努力去迎合老师的标准 所以就会在那边摸索 这个老师他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对 我跟叔叔人做报告做 哈哈 熬夜了好几天 哈哈 谢谢乔安娜 协助 结果老师根本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很认真的看 我有点 就觉得 就觉得何必呢 对 有点欸 而且可能 可能啊 不一定是因为这样 但可能还因为那几天连续的熬夜 就对免疫力变得很低 然后后来就确诊了 后来就确诊了 对 我在猜或许啦 因为毕竟免疫力降低 总是会让病毒趁虚而入 哈哈哈哈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只能提醒自己 下次要更早准备 对啊 我说你下次不早点 我就 不理你了 哈哈哈 谢谢乔安娜这个悬内柱 放生你 哈哈哈 哈哈哈 有一个英文很好 另外一半真的很有帮助 哈哈哈 乔安娜露出了一个 撒小的脸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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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一直问乔安娜 她以前在念研究所的时候的感觉 对 然后我就问她说 那你们以前的同学 大概都怎么样呢 然后 就开始比较 就是 十年前的学生 跟现在的学生 的状态差异 是你们所特别认真吗 哈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同学好像没有那么的积极努力 因为乔安娜说 她们以前是每堂课都会课前先预习的 嗯 老师都会交代作业 也不是作业啦 就是 比如说一次要看完半本书 一本书这样 下一堂课就要讨论 这我们老师有交代paper 可是好像没什么 真的有看 我算是 就是 因为听从乔安娜的教诲 所以我算是 教诲 哈哈哈 蹲蹲教诲 你一定要先读 不然教授在讲什么 你听不懂 你一定要先看 不然的话 教授问问题 你回答不出来怎么办 你一定要先读 不然什么什么 我有这样子是不是 没有没有 但是我 我的内心里头的解读就是 我一定要先把这些东西做好 不然教授在讲的时候 因为我是个上课容易发散的人 所以如果先预习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 即便我发散到一半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 立刻切入教授来讲的内容 因为我已经看过了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我如果以前要是真的 有预习的话 我现在人生 怎样 一定会 学到更多东西 哈哈哈 不敢说更有成就 哈哈哈 好实际哦 但是一定会学到更多东西 很实际哦 很实际 原本要讲什么大话的感觉 对啊 本来好像要一个twist 要一个 抛出你的那个 没有没有没有 多宏观 或者是觉得自己 会成为多么了不起的人 没有没有 就比现在来的 更有学识一点 我以为有punch line 之类的 我在等 哈哈哈 没有punch line 哈哈哈 这是一个反差 那你呢 你还有什么 新的发现或成长 我本来以为 我不会再画 水彩画了 因为曾经 让你觉得很挫折 有一点耶 水彩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觉得啦 我早就放弃我水彩这个部分了 哈哈哈 数秒 我都数秒OK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 也是一直有一个框架在 就是 我们上课的时候是 呃 因为我有去学画画课 我们上课的时候是会 临摹一些照片啊 或是画 嗯 那就会想要 重现 照片或画里面的颜色 那水彩要调到 一样的颜色是很困难的事情 嗯 对 但今年就 刚刚好 因为我在写作平台Matters上面 有参加一个社区活动 在10月 画出10张水彩画 PO文这样 我一开始觉得我不知道要画什么 后来我就觉得 呃不要想这么多 好就拿一张我喜欢的冰岛风景 然后打开画本 就开始画 就没有想太多 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 会画很多细节的人 所以其实水彩 老师说还蛮适合我的 这个没彩 因为画水彩很快 油画跟色铅笔 其实都需要更多更久的时间 真的哦 我以为是画水彩比较难 因为要调色 然后 它有时候要叠 它毁了就毁了啊 对 水彩就是这样 我人生画的水彩也是 就是我去画室学画的时候 素描画一画画一画 老师鼓励我开始转水彩 他就觉得 欸素描架构都ok了 那换水彩 那我第一次尝试水彩之后 我就觉得 这啥会 对 就是非常扁平 它很快 它很快就 会得很快是不是 就画完了 对 然后结果也很明显 哈哈哈哈 乔安娜虽然这样讲 但是它的细节 其实都处理得蛮好的 我觉得你色铅笔的细节 处理得很好 因为色铅笔都是老师带着画的啊 嗯 我比较不会自己把色铅笔拿起来 哦 慢慢画 比较没有那么觉得想要探索这个东西 哦 对啊 我对色铅笔比较没有爱 但是我很喜欢水彩跟油画 哦 对 后来我就 也没想太多就开始 然后就发现 每天要画衣服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困难耶 听起来好难哦 我觉得要每天啊持续做事 因为我太晚开始了 然后又在十月内要完成师傅 所以我就变成 每天要画衣服 其实不是 不是我有多精进 我是大概十月十五才开始 所以我 我必须每天画衣服 我以为是有什么就是一个计划 就是哦 每天画衣服 然后画一个月这样 没有 逼自己不要想太多 然后在半小时到一小时内把画画完 嗯 对 总之就 发现好像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就跟刚才讲的第一点有一点连在一起就是 就是以前我把水彩当做一个困难的东西 因为我想象它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嗯 但是现在我就是 着重在画画的经验上面 就会发现 这个事情没有 脑袋想得这么复杂 画完的时候也很开心 那那个感受是好的 嗯 那失败了也很开心 啊就失败了 天君今年是破除框架一年 因为以前乔安娜是很完美主义的 对 就是会有一些 对想象的标准 解开束缚的一年可以这么讲吗 因为乔安娜有时候完成作品或画到一半 他都会跑来问我说觉得我画怎么样 我就说不错 可是他会说那你有没有觉得这边这样不好 画坏了 对 我都会跟他讲艺术这种东西有所谓的坏吗 呵呵呵 对啦 对啦 欸你就说我都那么容易 你就说自己就好 就我很那个 我不是做艺术的 哈哈哈 不是我意思是说你对有一些事情你就会 有完美主义啊 人都是这样子啊 人都是这样子 就是 看待别人 我对自己的标准会比较高啦 我对别人就觉得 欸你可以做到这样 我就已经觉得很棒了 我说我对学生的标准 我不会觉得学生一定要什么什么之类 但我会觉得我要到某个程度 呵 正所谓 虐死自己 我觉得我应该要试着 放松一点 谢谢乔安娜给我的开示 蛤什么开示 就是 就是 可以不要有框架 哦 然后想做什么去做 对啊 做就对了 做我明天不想上课 做就对了 哈哈哈 我说我不想上课 你叫做就对了 对啊对啊 做就对了 所以就是去就对了 去就对了 你就开心了 好好 哈哈哈 这真的是 那你的第二件事呢 我觉得 开始智商之后 其实对我来讲 有一些 不一样的层面的帮助 我还蛮喜欢我的智商师的 就是他用 嗯 可能有些事情我们自己本来知道 又或者是不知道的部分 又或者是我以为 这可能就是 原因了 但是他可以在协助我再挖掘更深的部分 虽然我还没有挖掘到那个部分 对 就是 我的一些 框架啦 或者是 自己到底为什么要 然后 给自己这么多压力 真的没有人给我压力 耶 其实真的没有耶 我觉得好有趣喔 就是我 我现在人生 其实没有人给我压力 也没有人敢给我压力 哈哈哈 对就是 我通常都会自己先把事情做好 我以前反而不是这种人 出社会之后 对 就反而就是 转变 那有一种 因为觉得自己过去实在太不认真了 在大学时期 就是 所以就觉得现在 想要努力的把 一些 进度吗 或者是 能力啊 培养回来 对 一直给自己压力很大 那 我觉得智商之后 还蛮好的是去 看清楚一些 什么是我可以控制的 什么是我不能去控制的 虽然有的时候自己好像知道 但是 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 可能这个外在的力量 可能是乔安娜 有可能是智商师 或者是 其他的朋友 对 不过因为我 好像没什么朋友 哈哈哈 我 我今年 很认真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 12月25号 有约了朋友来家里 就是 有点像耶诞节活动 对 然后我才真的意识到 这是我今年 第一次 第一次邀请朋友来家里 然后而且应该也是我 今年第一次 跟 不是我工作的朋友聚餐 我就觉得 哇天哪都已经要年底了耶 哈哈哈 可是你 补较相关的 聚会 太多了 对啊太多了 你们每个礼拜都在聚会啊 每个礼拜 两个礼拜 真的是 我这个礼拜没有 有一连串真的是 我 我不 说不夸张 至少有一两个月是 每个礼拜都有 我真的是到最后 觉得太夸张了 哈哈哈 就很多出头啊 那一拳 比较多交集嘛 之前人比较多交集 可是我觉得 哇 真的耶 我 其实我自己算是朋友还蛮多人 然后怎么会 自己一整年然后都 疏于跟他们联系 所以 会觉得有点 这个部分 自己要稍微的 留意一下 自己带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啊 我觉得也是 諮商之后 开始慢慢让我去 注意 一个行为 以及它背后的 原因 或者现在很红的一个词 底层逻辑嘛 呵 对 就是会很想要 就是开始去探索 这个比较深层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蛮蛮好的 不会是只是看到表真 然后我 可能发完怒之后 或者是生气 或不耐烦 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 我就会 在可能情绪当下 还是真的有一种 抓不住的感觉 可是之后 我都会想一下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 不管是好的情绪 或不好的情绪 我就是会 多试图的去多探索一下 停留一下在这个感觉的部分 然后去 告诉自己说 哦 哦 原来是因为这样 哦 所以我很在意这个点 所以这是我的雷 然后 我原来生气是因为 这个原因 其实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 的原因 的原因 那对方可能也会不知道 嗯 你的点是什么 对 对 我觉得还蛮好的 察觉自己的 情绪的起因嘛 对 但我还在找那个最深层的地方 你说的最深层的是 就是 譬如说我到底 为什么要 这么的 努力 因为 其实就像我 我们上一集聊到 就是 其实我没有很有物欲 对 所以 对金钱的恐惧的 最底层的 原因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 比较不像是金钱恐惧 那现在像是什么 现在有点像是能力恐惧 能力匮乏 对 担心自己能力 不够 或担心自己的能力 就是可能五年十年之后 会被淘汰 就是好担心被淘汰这件事喔 然后就是 会因为这个 而push自己一直不断的往前 对 这算是中年危机吗 呃 我不会说是中年危机 我觉得还蛮年轻的 嘿嘿嘿嘿 差不多了啦 对啦 但是可能就是 就像譬如说 包含训练研究所 一部分当然是我真的想学东西 可是一部分也是我觉得 嗯 我可以去看看 一些不同的 你想要再往前走 对对 再往前走 不然其实说实在 有没有这个学历 对我目前的工作 似乎没有 没有 那么大的帮助 对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说 听起来很正面 就是你在做的事情 是在不断的学习 跟不断的往前迈进 但它底层的驱动力 像是恐惧 对 比较是一些负面的情绪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 智商之后让我 去找寻这个部分吧 对 我觉得还不错 虽然还在找 还没找到 当然如果有任何建议 也可以跟我说 说不定 也有大家跟我一样的状况 哈哈哈 我有一段时间 非常地有意识到 自己行为的 背后的驱动力 是恐惧 嗯 有一段时间 感受是很差的耶 对对 也许是正面正向的 可是你驱动的那个动力 可能没有那么开心 那就变成说 你做越多 就会感觉越差 因为你不断在自我证明说 我就是没能力 哦 所以我才要那么努力的 累积能力 那 不会说因为觉得累积很多 之后比较有安全感吗 这是个无底洞啊 哦 有点像是缺爱的人说 哦 你给我多一点爱 我就会感觉到有安全感 你看哪一个是这样子的 了解 或是想尽办法 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吸引人 然后 但其实底层可能也是缺乏爱 希望别人来爱他 那就变成是空的 变成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跟你的内在不同步 得过忧郁症之后 我发现好像关键在于 如果你一直呈现这种不同步的状态 久了我会忧郁症 对 久了就是会忧郁症 因为你的整个内在很空 即使你外在不断在努力 但是你内在还是很空 好我决定要躺平了 哈哈哈哈 就是也不是说一定不能做 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需要校正 对 我觉得我可能要校正一下 我的核心价值 对就是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 如果我的背后的驱动力是恐惧的话 那我是不是干脆不要做 哦 就是如果我的恐惧是 教授会不爱我 会不喜欢我 那我是不是就 就管他的 报告就不用做那么认真 我就有意识的调整 我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 那个实力的程度 哦 了解 有点像是 还好啦 教授爱不爱我 我知道你是比喻的 比喻啦 就是你想要让他喜欢你啊 也是有吧 呃 但没有人希望在还没挑点教授的时候 教授就先讨厌你嘛 哈哈哈哈 我以前可能大学的时候 不是很在乎教授在想什么 但是研究生可能 那我有觉得你有 有点卖力啦 有点 不是我跟你讲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整个所上的同学都这个氛围 你说大家都很卖力吗 我 我觉得我看到的蛮多同学 都还蛮卖力的在 在 试图的去了解教授的 的喜好 他们 他们表现的的感觉 让我觉得 他们很像在职场上面 哦 反而我没有 就是到这个程度 嗯嗯嗯 对 哈哈哈哈 我 我觉得很有趣 我看了一群就是 就是二十出头岁的 然后 我觉得哇 哦 我以为现在年轻人 已经不是很重视礼貌了 没想到 哦 哦 这也好重视礼貌 哦 天哪 哦 哦 哈哈哈哈 害我在那边写信给教授的时候 我还开始去查一下 就是标准的信件格式 太夸张了吧 下面那个禁词到底要用什么 军舰啊 还是什么舰啊 太夸张了啦 还是什么舰啊 大舰啊 不是这个是 就写公文吧 对 我真的很认真去Google这件事情 哦 对 后来我还是决定说 谢谢老师辛苦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 这样还是 然后学生叉叉叉叉进上这样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还是这样就好了 我们实在 对对对 不然用不好 真的反而很智障 对 所以这可以列为我今年的第三个发现吗 哈哈哈哈 莫名 原来年轻人也是可以很发谷的 哈哈哈哈 我以为他们已经不发谷了 哈哈哈哈 这是第三个发现吗 没有啦 开玩笑 这个发现也太 太没有建设性 跟对我人生一点起发都没有 哈哈 没关系啊 反正我人生好像也不在 算了我刚才说我不要再追求什么 启发或成长 好就这样 这是我第三个发现 哈哈哈哈 直接 直接摆了 2022 又是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 咻一下又过了一年 好我们仿佛从疫情开始 这三年都是咻一下就过 很混乱 但是咻一下就过了 这是我的感觉 但是试图的在这三年的混乱中去找到 平衡 想要在 希望啦 就是可以让自己 混乱之中 然后也去 找到自己的平衡力量 我觉得这是我 觉得这三年下来 的一个感受 以及觉得这是一个课题 对啊我也觉得我每天都好忙哦 不知道在忙什么 大家想知道乔安娜在忙什么呢 我每天都觉得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 因为你都睡到中午 咻一下就 你大概清醒的时间有没有十小时啊 十到十二 今天是没有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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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修书人 他晚餐过后就说他要睡觉 然后 我很累我一早就起来工作 然后我们就一起睡觉 然后修书人睡了一个小时起来了 但是我睡 我睡不到一小时四十分钟吧 真的啊 就起来就继续工作 然后乔安娜就继续睡了一个半小时 我跟鸡蛋就是睡了 两个小时 对差不多 总共两个小时 对今天应该没有醒着十个小时吧 应该哪 那待会又要睡了 哈哈哈 没有啦没有啦 等一下可能 稍微 再写一下文章 哦 那就要睡了 哈哈哈 我觉得2022年我还 过得还蛮 舒心的 我要错气了 哈哈哈 我们两个生活真是反差 就是一个 回到自己跟做自己吧 我觉得做自己真的好开心哦 你这样讲让我想起来 我觉得我以前蛮开心的 都是因为我在做自己 到底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做自己 对啊 为什么 不知道欸 可能觉得现在事情更多 责任更多 就是 欸 因为我要对更多人负责 你 你的想像里面有个框框 然后你把自己挤进去了 然后在里面你不是很舒服 妈 有可能 有可能 对啊 嗯 而且有很多人情事故的地方要过 我就觉得好烦哦 那你是真的 在工作上面真的是 礼貌到有点 巴骨 哈哈哈 有点那种法理不容的 巴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真的很礼貌欸 你在工作上面真的是 真的 非常的轻欸 欸会不会是这种轻啊 太轻了 嗯不知道 不确定 我还在感受 所以接紧张应 对啊有可能 所以都会对路人发表 哈哈 哦今天又有是不是 没有啦今天没有今天没有 哈哈 今天没有 极度烦躁的说书人 真的 易怒 那个隐性线很多条 哈哈哈 隐性线是什么 就是隐性啊 就是那个点燃的那个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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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引蓝 很容易那个 就低温摩擦就可以引蓝 哦低温就可以了 那我要调整一下自己 这样让自己的状态比较舒适一点 希望各位2022 就是 最后的这一个月 能够 开心 开心 自在 觉得这蛮重要的 好我决定2022的最后这25天 我应该要开心一点 哈哈哈 用很沉重的口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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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努力要开心 哈哈哈 连开心都要努力的 到底是什么人生啊 哈哈哈 好惨啊 哈哈哈 这觉得有点悲弃 很好笑 好 期待我们2023 那不用期待啦 不起不戴没有伤害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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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2023 真的 哦 希望新陪耶诞生 趕快结束 哈哈哈 真的 换件又是一个大塞车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就是每天都过得开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在Apple Podcast上 给我们 五个新评论 或者是如果你觉得 这一年里头 你有什么成长啊 发现啦 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 就像我发现了自己 其实是一个蛮压抑的人啊 我觉得 就是 这都是 这都是 对自己更加了解 反正我们人生就是一个 在不断的寻找 跟探索自己的过程 你怎么突然 又转变了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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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好像 突然好像那个 什么神经接通了 还是怎样 对好像有一点 哈哈 突然觉得就是 好像没什么好烦恼嘛 反正就这样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有点 咦 就刚才发现什么事 我就是miss掉什么 没有没有miss掉什么 没有剪接 哈哈哈 就是情绪转折这么快 对啊 这是不是一个超育症的前兆 诶对耶 就是前面是预症 然后接下来照症 没有 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身心还没有到 那个状态 但要小心 但要小心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不断替你自己 要小心然后就更紧张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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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聆听 谢谢 拜拜 拜拜 讲到直播的 你的 讲到我的吧 性智商 再来换你第三个 我没有第三个耶 真的喔 没有第三个是不是 我不知道 没有啊 就这样没有就没有啊 没有 嗯 为什么一定要三个 是没有啊 那你有第三个吗 这个啊 哈哈哈 你是认真的是不是 哈哈哈 这样这个两个就可以了 哦两个 嗯 哦 好 哦 好